国际自然杂志刊文新冠疫苗对奥米克荣效果不乐观 疫苗还需要打吗? 朋友们好,我是心血管汤医生 就在西安疫情到了与新冠病毒殊死较量的关键时期 近日,国际权威杂志自然连发五文 指出现有的新冠疫苗和抗体对奥米克荣毒株效果不容乐观 我们以后的疫苗该怎样打? 奥米克荣在西欧和北美掀起了新一轮的疫情高峰 目前,多国宣布奥米克荣的感染比例已经超过了55% 占据了疫情的主导地位 美国最近也是每天以数十万的剧增 今天报道的数字是33万 奥米克荣最大的特点就是刺突蛋白的变化数量惊人 这种突变让奥米克荣对当前的疫苗和抗体的有效性构成威胁 根据研究的结果显示 目前接种过莫德纳、阿斯利康、强生或者辉瑞生物科技的这四款疫苗的人 对奥米克荣病毒的综合效果显著下降 曾经感染过的恢复器的患者 体内的抗体对奥米克荣基本无效 也就是说,不管你是否接种疫苗还是曾经感染过 都有可能再次感染奥米克荣 更进一步的研究显示 接种现有的第三针疫苗也无法阻止奥米克荣的感染 我们国家对奥米克荣也有研究 北京大学谢小亮及其同事利用一种新筛选技术 他们筛选了247种人类抗体 发现奥米克荣能够逃避85%以上的抗体 但有一个好消息是,在全世界所有的单克隆抗体的研究中 只有我国批准的BR2198对奥米克荣保持显著的活性 是现阶段最好的综合抗体 总的来说,我们对新冠疫情的防控上需要有以下四点认识 第一,防大于治 我们国家采取的动态清零措施十分有效 包括西安现在的疫情都会起到很好的效果 只要严格按照这个防控的要求 国内疫情肯定能够动态清零 第二,现有的疫苗对奥米克荣不容乐观 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证实奥米克荣对抗体存在大量的逃逸 他的免疫逃逸力明显强于他的祖先 第三,加强针必须打 为了增强免疫力 对于减少重症和死亡还是很有必要的 第四,需要不断地研发新的疫苗和治疗方法 来应对奥米克荣的广泛传播 我是心血管汤医生 欢迎您关注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